桃園市公车免费搭乘的福利终于规划要开始实施 但是政策的内容有所改变 从原本的前8公里乘车免费改为买一送一 搭乘公车之后再刷第二次的市民卡搭车才享有免费 预计在明年的1月份从台一线先行实施 公车乘车优惠政策将从明年1月开始实施 初期将会先以台一线赶线公车优先事办 民众只要持有市民卡就能够享有买一送一的优惠 第一次刷卡后第二次的乘车免费 单次优惠上限60元 那在4月份会整个的一个市集客运 会来实施乘车的优惠 那优惠的方式就是我们规划是买一送一 也就是先搭一趟互惠 那下一趟我们就免费 那下一趟的时间不限 原先规划的8公里免费政策 再考量到市府财政负荷能力 并且避免排挤到其他交通建设预算 经过多次的修正之后 才改为买一送一检测 能够让民众享有乘车优惠 同时也不会造成市府财政困难 另外我们有限定就持士兵卡的士兵可以来享受这个优惠 那这边也呼吁就还没办士兵卡的士兵 尽快到相关的据点 就是取公所图书馆都可以来办士兵卡的一个持有 那后续也可以来享受这个优惠的一个措施 交通局指出 在明年1月台一线公车开放乘车优惠之后 预计4月份将会开放全区公车买一送一优惠 让更多民众享有这项福利 陶伟先讯 浩仙 陶伟先 陶伟长 报道 请不吝点赞 赞 赞 nominees orum 转 Gl